金陶帶您來到亞塞拜然的氣候峰會現場 籠罩在美國總統川普勝選的地氣之下 不過大會還是有個重要突破 就是通過一個碳信用額的協議 想要請教人在現場的政安這個協議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呢 好的主播 儘管由川普上台後 恐將推翻所有氣候承諾和協議的變數 亞塞拜然氣候峰會依舊有重大突破 有將近200個與會國火速通過一項碳信用額的協議 所謂的碳信用額就是允許排放一定量溫室氣體的許可額度 在巴庫這邊通過的基準是將允許制定規則 包含計算特定計劃可以獲得多少碳信用額 一旦建立和實施後 富裕的碳排大國就可以透過全球碳市場 向溫室氣體減排超額的國家購買信用額度 來抵消碳排放 事實上碳權的交易不僅能幫助開發中國家 籌集因應氣候變遷所需要的部分金額 也可以幫助大型污染國減排 這對Cup29主辦國亞塞拜然來說是一次的勝利 雖然有專家表示 這項整體的框架仍然有許多關鍵的細節需要談判 不過經過將近10年的複雜討論 就在本屆峰會達成協議 這對允許各國進行探權交易實現 氣候目標是重大的一步 以上主播 繼續來請教政安的是 因為現在有數據顯示 到了這個世紀末全球平均的溫度 可能會比工業化之前高出攝氏3度 對此是不是英國首相施凱爾 有在大會上宣布了一些新措施呢 繼續請教政安 沒有錯主播 雖然有許多大國領袖紛紛缺席今年的氣候峰會 不過英國首相施凱爾卻有現身在會場上喔 而且他在大會上宣布了一項嚴格的英國新氣候目標 其中包含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呢 將碳排放從原本在2030年減少68% 提升到在2035年減少81% 施凱爾對於這項計畫可說是雄心滿滿 而且還說不會造成英國大眾的負擔 不過施凱爾在氣候峰會上召開的記者會呢 竟然卻只允許英國媒體進場進行拍攝還有採訪 這個舉動呢遭到質疑是在作秀呢 還是真的想帶領全球減碳行動 以上主播 這裡是TVBS3日媒體所直播的PACA節目新聞幕後 我是Lulu 夏甲露 帶您聽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快上PACA搜尋 新聞幕後 新聞幕後